这个废数数列其实就是前两个数字的加总 前两个的加总 那开头的部分一定是零一定是一 这个是固定的 也就是我今天 假设我们今天为今天开始 我还没有兔子 下个月我才开始买 所以我一对兔子 在下下个月呢 还是因为他们还不会生 但是在下下 有没有下下个月的话呢 他又他也可以生了 所以变两对 那生出来那一对一个月后还不会生 他要在下下里才会生 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一直一对 一对两对三对一直繁衍 那最后的话呢 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知道十个月之后 到底我如果一个月之后买 十个月之后我有几对兔子的话 那这边可以算出三十四对 那怎么算呢 如果以这个逻辑 那主要是这个逻辑怎么样转换为程式 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大家来看一 我要能够让他input 输入几对兔子好了 假设好 那所以其实我刚刚讲那个就是几周 几个月之后啦 其实十五个月之后应该是答案 十五个月之后 我假如说下个月买 然后我一直到十五个月之后 我的兔子数量呢 就有三百七十七对 OK预估下来十五个月 那我这样其实就真的可以开个兔子园 如果这么厉害的话 我那兔子是不是只能两个月就可以生了 这不是重点 我们重点是 假设这一个推论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希望先让他input 所以这边有个input 那我一样把它转换成int 因为一定要是整数 输入十五对好了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必须要产生这个词跟这个词 预设值 所以我这边产生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呢 因为前面两个数字是固定的 不会变的 这两个一定是固定的 第一个一定是零 我把它放在N1 第二个数字的话 然后我把它放N2里面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先串 把这两个先串在一起 那怎么串呢 当然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要把它转型 转型之后呢 把它串N1变成这个 然后中间一定要空一个空白 中间空一个空白 后面再串一个N2 串在后面 所以输出的话就是0 空白1 我有了 就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S里面 所以S里面的话呢 就会是0空格1 好 那后面的话 当然我就需要什么 它能够 帮我产生这个 跟这个 你会发现后面东西 一定是空白加上 它后面的数字 那后面这个规则呢 这个数字的来源呢 就是把前面两个数字 帮我加总起来的结果 并且把它串到后面去就好了 那我要怎么串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 我要跑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数量 基本上我刚刚讲 必须要从 第几个呢 也许从3开始好了 如果今天从3开始 那总共会有需要 再跑到15的话 所以基本上我应该 for I in range 从3开始 到15啦 可是15是要的哦 所以你要停下来 必须把它加1嘛 也就是说 下一个停下来的位置 就是停住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for I in range 从第三个 到我输入这个词 加1哦 因为range应该知道了 stop就是在它的那个 这个词的后面的一个 停下来 所以要必须加1哦 这个已经做很多次了哦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 让它跑 所以现在跑什么 跑这个第三个 前面一定要串一个 前面串一个空白 所以我先把N 什么呢 N1加N2 所以N1加N2的结果 把它先放在N3 其实就是什么 把这两个相加 然后变成N3 串在后面怎么串呢 其实是把S 后面再串哦 所以S加等于 有没有 或者是其实加等于 如果你不能理解的话 你觉得S等于S自己本身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空白 有没有 空白就是前面的空白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这个里面的数字 帮我串完之后 有没有 串完把 所以这个串完之后 就是这一串了 这个是S嘛 加S状态 然后后面东西串完 最后把这一串怎么样 放在这个S里面 所以现在S里面的话 就会是这个东西 这个OK 那后面还有吗 所以怎么办呢 后面如果还要再加的话 应该是把这两个 怎么样 相加 所以特别注意哦 后面的动作是怎么样 把现在的N1本来是0跟1 变成1跟1嘛 OK 所以应该怎么样 把N2的值 盖到N1 就是0现在会变成1了 因为我要再往前推嘛 然后呢 再来N3的话 就把它盖过到那个N2 意思就是说 我本来是取这两个数字的 现在要取这两个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 丢到这边来 把这个丢到 应该是 对 把这个 把它盖过去就对了 就是取这两个 后面的话一样嘛 后面再取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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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一直往前推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回圈了 OK 这个回圈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啦 OK 好 做了就知道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让它跑 跑完之后最后把串接的结果 s print了出来 答案就完成了 就是这样而已 OK 程式的话10 OK 一行也不多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执行它啦 那当然题目里面要我们做的 其实就是 把它输出10 跟输出20 我们输出20 我们输出20看看好了 20 Enter 如果应该理论上20个月 你的兔子数量会有多少只呢 哇 4181只 那养兔子 那养兔子 可能还蛮不错的 不过现在好像一般人不吃兔子肉了吧 或者兔 OK 所以你可以生产 如果你是老板 你要创业的话 你要思考一下 你要怎么样的规模 然后要比如说你给几个产线 比如说你要order订单 你要几个产线 你才可以符合人家要的订单的数量 你要用废置数量去推估 不然的话 有时候你生产过剩 你变成本会变得很高 OK 会有这种要推估的这种需求 所以呢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输入10 假如题目10 Enter 那OK 那如果输入15的话 那也是会跟刚刚一样 那理论上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先产生这个 有没有 先把这两个先串起来 再后面再去串一个 一个 一个 那他的 他的那个数量的话 一定是从3 到他这个数字 number的数字加1 OK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如果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今天我不 我不要这个是3 因为理论上数字有从 我们那个range 可以从0开始 有没有 如果你今天从0开始的话 那这边可以从2 有没有 但是呢 后面这个就不用加1 所以如果你今天 把这边改成 就是你第一个数字从0开始的话 你这边可以输入2 因为0 1 2 然后这边的话就不用加1 这样的结果呢 也会跟这个刚刚答案一模一样 也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我建议好像还是这样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第几个 然后输出到第几个停下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另外呢 当然这个不是最后的结果 因为题目他不是只是要你写到这里 他好像要写成什么 写成一个方选 有没有 compute 他一样还要compute 所以呢如果要compute的话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在上面加一个def def 然后compute 然后你要传资料给他 传过来之后呢 你要做预算 OK 所以呢理论上就是compute出来之后 然后把底下的中间 第一行留下 最后一行留下 把中间的东西搬到这边来 拿一个tap键 那你必须传一个什么 一样传一个 参数的话就是传number 一样把这个number的值丢过来 他把最后的结果呢 return回来给我 所以return returns就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他最后我们其实就是 只要把这边的 这个s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compute 其实就是这个就可以了 把那个什么 人家输入的东西 丢到这个韩式里面去 弄弄看 比如说输入15 丢给他15 弄完之后 把这个最后串接的结果 return回来给我就好 那我们来 其实这样也OK 应该做完之后 就是结果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考试要的 你不能说最后没有写完那个韩式 OK 所以请各位示意一下 韩式特别 就几个重点 就是 刚刚提到的就是中间这一块 其实就是本来是在这边中间 我把它搬上去 多加这个 最后呢 这边要呼叫他 所以把它改成他一样的名字过来 最后多一个叫returns 其他都一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示意一下 好 切一下 给大家这些影片都有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对于一些动作 假如还是会有一些不熟练的地方 没关系 你就把那个细节 再倒带回去看一下 我想应该还是可以看到那个 你不熟的地方 因为像这种东西 真的就熟练录 熟了之后什么都对 OK 也没什么太困难的 只是说你要把你想到的逻辑 如何可以快速转换成这个程式的逻辑 其实从其量工程师 设计师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能力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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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